我们在东大丘站 等一下搭火车去庆州 现在是在点早餐 刚才从大丘坐火车 到了庆州 大概车程火车一个多小时 等一下我们要去出发 看一些观光景点咯 韩国庆州这里有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大陵院就是其中的一个 它这里经常会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凸起的小山坡 其实它就是古坟 这里其实蛮适合散步的啦 因为空间很大 聊天、拍照都蛮适合的 全票一个人2000韩元 我现在要进去看看咯 哇这里拍韩服也是免费的耶 只要排队登记租借就可以咯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大陵院 开心的拍照有个纪念 求个千八 这个呢是财富运 这个呢是学业事业运 这个呢是恋爱运 再看我哪一个 当然是这个咯 头两个500块 掉下来一颗蛋 看看里面是什么 不用挑 要挑吗 哦 这雷尖的雷尔 是雷尔的雷尔 是雷尔的雷尔的雷尔 是雷尔的雷尔的雷尔 这里是庆州的世界遗产的历史的一块区域 它是个很大大的广场 假日呢 这边也是很多亲子啊 家庭啊 情侣喜欢来这边 约会放松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在这里放风筝哦 你看 上面很多风筝在飞 它的整个区域呢 是开放大家可以进来参观 然后前面有一个观星台 如果要去看的话 就买门票就可以了 门票都不会很贵的 这里就是观星台咯 其实庆州啊 很多美丽的风景区 我觉得在这里待上两天的话 可以玩得比较彻底 当然韩国也是有很多很多地方的好玩 下次我也许还会考虑去一些泉州啊 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午餐是 黄南豆腐料理专门餐厅 这一锅是特选菇类牛肉火锅汤 黑黑的这一个是蘑菇哦 很特别吧 哇 哇这个是新鲍菇炒 酱猪肉 天啊这是五人份吗 我们要加油了 怎么那么多东西 好丰富哦 我们要离开庆州回大丘咯 这个就是韩国的火车 无穷瓜号 很妙耶 它只有三节车厢 短短的 挺可爱的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大丘的鹅羊桥站 前面这个呢就是鹅羊铁桥 它是许多韩剧都会过来拍摄的一个景点哦 所以呢 来大丘千万不要忘记来这地方走走看看哦 这里有个小楼梯 往上面走上去 就可以走它的鹅羽铁桥铺道咯 现在我就在鹅羊铁桥上啦 你看 这里的围栏坐的 诶好像跟我差不多高 哈哈 哈哈哈 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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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可以喝咖啡 吃点心 我们的晚餐呢来到了安地朗站 这里呢是烤肠一条街 在大丘呢一定就是要来吃烤肠啦 它的肠呢不是只有单一的一种 它可能有大肠小肠这样子 然后呢之前我有吃过 还蛮不错的 跟烤肉的吃法一样 就是包生菜呀 然后配一些泡菜小菜一起吃 很好吃哦 哇这里是韩国的夹娃娃鸡店耶 这娃娃怎么都那么大只又好可爱哦 有多种款式的娃娃鸡哦 我们选择这家餐厅来吃饭哦 单单 我们点了烤小肠一份 烤大肠一份 这个就是大肠的意思 然后还点了烤五花肉 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啦 上桌了要准备开始烤咯 这是老板送我们的鸡蛋羹 我们现在在大肠的东城街逛街 刚刚买了一杯完全芒果的芒果汁 这是白松园拉开的哟 然后很好喝三豆芒果去打的 里面还放了一些野果 吃起来更有口感 韩国心马克啊 前几天刚推出了一些 夏日的特别款的杯子 我们要进去选购咯 哇 蛮好看的耶 这个这个最可爱 它有两种杯盖的哦 可以交换使用 哇 这是这个夏天上出的 刚刚坐了公车 来到Home Plus 这个超市 它呢 最近有跟BTLE的产品做联名哦 哇塞 这个是午安枕 它可以把手放进去的 就可以趴着睡觉了 买回家买回家 通通买回家 还有一个抱枕 太可爱了吧 以及超级划算又便宜的小毯子 天啊 这个不买回去 对得起自己吗 今天晚上的宵夜是 海带汤泡面 火鸡辣泡面 新产品哦 跟以前的不一样哦 还有 哇 年糕 里面还有香肠 然后还买了一个 超可爱的饼干 将将 有点微辣的 龙虾图案的 看看长什么样 这里 辣辣的 好吃哦 很香 小子 好 小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